3 2 1 屏幕前的你可能不抽烟 但是你肯定见过烟的包装盒 有这种硬盒子的 也有这种软盒子的 木头盒子的香烟包装盒 你见过吗 这个样子的 严格意义上说 它是竹子做的 竹节的地方 离近看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小盒子很像 人家中式装修里面的 一个小百盒 它和香烟盒有什么关系呢 我给大家辩用魔术 3 2 1 出来一根 再来一根 又出来一根 再来一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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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很神奇 这里写着天道仇情 只要一按这个按钮 它就凭空变出来 这个木盒变香烟的魔术 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 不知道的可以帮少奇点点赞 我来给你揭秘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打开这个木盒盖 里面就能看到长的这个香烟了 它这个是一个坡度的 我一按这个木头 这里面有一个联动机关 这边就会放出一根烟 来大家看一下 哎 看见了吗 它就掉下来了 然后一松 通过这个木头的重力 就把这根烟压起来了 再来看一下啊 盒盒盒 盒盒盒盒 是不是很神奇 这个大的放盒 其实是放玻璃烟杯缸的 然后这个这两个小盒子可以放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小东西吧 什么牙签啊 或者烟盒什么的都可以直接放进去 吸烟有害健康 请勿在进烟场所吸烟 我们不抽烟啊 只是仅仅单纯的演示 有这么一个木头的小玩意 感觉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把这个香烟换成那种细条状的小饼干 放到这个卡口里 按一下弹出一根饼干 按一下弹出一根饼干 也挺有意思的 过年的时候 哪个客人这样一愣出一根 感觉好拽的样子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下期上期拍什么都可以在评论中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